乌克兰西部中阵安赫德市 传出一连串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响 现场烟消弥漫 安赫德拥有欧洲最大核设施 供应乌克兰五分之一以上的电力 自3月4号以来就落入俄军的控制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 炮弹落在市区文化中心一带 当时有不少居民走上街头 抗议俄军占领 在民众被强行驱散几分钟后 就发生大规模轰炸 至少4人受伤 在此同时乌克兰官方宣布 基辅周边城市已经全面收复 政府均往北移动一路清理路障 准备接管领土 总统泽伦司机也发出警告 表示俄军撤离首都圈后 在民宅周边废弃厂房 甚至罹难者尸体旁都留下地雷 对居民来说是全面性的灾难 后来这些灾难 最终的状态 而且非常多危险 这实际上 更多危险的灾难 在于智力这些灾难 更多危险的灾难 他们的灾难 更多危险的灾难 这些灾难 最终的灾难 但是在这里 最终的灾难 就是这些灾难 更多危险的灾难 这些灾难